椒鹽蝦 慢慢地去咀嚼那個殼 表面的那些椒鹽 讓你尋指回味 寶寶師輕鬆煮也來了 寶寶師今天教大家 怎麼樣用蝦子做一道好吃料理 今天的菜名叫做 椒鹽蝦真的很多人喜歡 在蝦子來講 它的品種有非常多 比較常見的就是炒蝦 再來就是澎湖班傑蝦 然後就是蝦米等等 那今天使用的是我們的白蝦 白蝦呢我們現在就是把它去背 那去背呢教大家最簡單的方式 就用我們的剪刀 把它頭的部分搓進去 然後慢慢地剪 那你像我們專業的主廚來講 我們會用菜刀畫一刀藏泥 把它拿掉 剪刀是比較安全 如果你用菜刀這樣子畫的話 怕它這個蝦殼很滑 與其你就是用剪刀 可以把這個鬚鬚剪掉 然後再開背 好來我們蝦子已經準備好了 香油 白胡椒粉 鹽巴 米酒 把它抓醃一下 記得這個戴手套也好 或者是用徒手去抓 它的蝦子很尖 一旦你刺到手呢 你一定要把它的血打擠出來 洗乾淨之後消毒 經常會在很多的蝦蟹魚魚刺裡面刺到 要記得你完全不知道它有沒有毒 或者是那時候剛好抵抗力比較弱 所以說在處理這一個海鮮的部分呢 尤其這很多的刺啊 怕的話可以選擇把它剪掉 這樣子呢被刺到的機率會比較低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它先裹一下粉 我們用的是地瓜粉 或者是麵粉 或者是不要沾粉 只要沾粉會比較酥脆 把它稍微拍一下 我們不要太多 只要表面上有薄薄的粉就可以了 那這一道啊沒有辦法 一定要油炸 那油呢我們盡可能就不用用太多 但是油溫呢 你一定要到達180度 鍋蓋一定要準備好 然後沾好的蝦子呢 就把它倒下去 我把火關掉了喔 因為油溫是非常高的 油溫很高喔 瞬間放下去 大概是兩分鐘 這蝦子就熟了 這個很香耶 炸的香氣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也是吃貨呢 這個就很像瓣豆的 瓣豆的蝦子就是用這樣子來炸 它會薄薄的一層粉 那如果你不要吃那麼多的粉 我建議大家你就不要裹粉 也可以 倒下去的時候呢 瞬間油溫非常高 用鍋蓋蓋起來 不要太快的去把它分離 倒下去的同時去分離的話 它會讓蝦子表面的粉脫粉 脫粉呢炸起來不漂亮 其實呢蝦子新鮮 或魚新鮮呢 這個油啊炸完呢 非常香 很多人會用這個油再來炒菜 做那個海鮮鍋啦 或是海鮮的料理 變成蝦油 對蝦油啊 那就很蝦 不是就很香啦 就很香啦 這樣子就可以了 來我們現在呢加一點油 我們蒜頭 辣椒 把它爆香 接下來呢蝦子放進來 哇超漂亮的 來白胡椒 鹽吧 糖 黑胡椒 黑胡椒 先把它翻 如果你沒辦法像寶寶師這樣翻 你就這樣稍微傾斜 然後再來香油 蔥花 以及我們的九層塔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非常香 寶寶師今天教大家 就是不管是你要用炒蝦 或是白蝦 是最適合的 用一點點的醃料 然後用一點點的麵粉 或者是今天用的是地瓜粉 高溫下去炸 那些油啊非常的香 留一些來炒菜 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這一道呢 是最適合啊 晚餐 或者是假日的時候 來下酒 哇 超棒的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那我們也期待說 下禮拜 有不一樣的料理呈現給大家 下禮拜再見囉 拜拜 拜拜 這是寶寶吃的一個經驗啊 之前在飯店的時候呢 因為很忙嘛 蝦子在剝的時候 刺到手 當下也沒有去理會 就發現你的大拇指呢 刺到的大拇指 第二天就慢慢長大 第三天又慢慢長大 第四天呢 它沒有辦法彎了 發現事態嚴重了 你就要去醫院 去掛急診 長顏胡俊 他說你 你晚一步啊 就要截肢